哈嘍 哈嘍各位好 歡迎來到安利的遊戲頻道 今天跟各位帶來非常哇的陣營 我們的綠皮 green skin 最上是帝國在橫渡利爪海這張 征服戰的地圖 然後我等下會簡單介紹一下我的兵表 好給各位參考一下 那反正這就是我 那這次回來選用 綠皮的時候一個想法 那征服戰的話呢 打到目前為止 其實我打蠻多場的 只是我會挑一些比較 有鑑別度的給各位看一下 鑑別度不一定是 一定是拉鋸戰 但盡量可以找就找 有新陣營的話也會優先先帶 征服戰的話 我不知道 如果各位真的不知道 我可以再快速簡單說一下 簡單說征服戰一開始 兩分鐘 後是會解鎖這三個勝利點 那勝利點你佔據之後就是 我目前觀察應該是 依照戰力值 就是你的戰力值高或低 呃去佔領 然後 呃 你佔領一個點就是每秒加5分 那你佔領兩個點就十分 以此類推 所以最多三個點你可以加加15分 呃最後5000分你就贏了 就這麼簡單 然後補給的話呢 會有基本收入 我記得好像站點會有收入吧 我確定 然後之後什麼落後之後還有什麼分 分數可以 還補給之類的 反正補給會控制你叫兵的 能力 因為每個每隻兵的 cost 會不一樣 ok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一下我的 兵表 好一個來看到的是我們的我扎 乎扎格 乎扎格是一個法師型的領主 那我今天就幫他帶了幾個 我覺得還蠻重要的一個法術 首先先看到是這個 呃 史葵格寵獸 那這可以加法力補充這不用說 再來的話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是這個這個 古墓拳杖哦 這很強哦 怎麼說勒 他只要施法全地圖 通通加成加20%之外 近戰攻擊還可以加到12 這個很強哦 綠皮 最不缺的就是 這個 攻擊 那是讓攻擊再往上提升 好那你看他本身部隊他自己還有狂暴 所以綠皮其實也算是一個蠻爆發性的陣營 加上他的軍隊技能 哇 開下去之後會再加額外更多的近戰攻擊能力 也就是說 他有一個打他可以打爆發 你開下去之後再加上你去施法 我帶兩個法術 一個是爆腦術一個是勾克大腳 都是傷害型法術 以目前天梯戰 就是征服戰來看的話 我覺得傷害法術還是 比恢復法術要再更優先帶啊 因為征服戰站點的軍隊不會是全部的軍隊 有時候一些精銳單位你可以先解決掉 真的是差蠻多的 那這是我們的烏爾扎格 後方的領主的話我選用的是地精首領 一個單挑型的領主給他騎蜘蛛就這樣 沒什麼特別的 就是一個單挑型領主可以去吸泡火 第一線地精我 我喜歡帶這個東西 帶一隊好吸引對方的火力攻擊 地精就是去死的 那這次主力的前線先鋒部隊 是以獸人小子為主 就是一個 有盾 然後全能力就收手的一個 呃前線部隊 戰役可能大家不會很喜歡用這個吧 我猜 不過對戰我覺得獸人小子就是一個很全面 而且cost cp 值是非常高的 帶了三隊 對那地精弓箭手也是天梯戰會必帶的哦 因為 他是炮灰之外 他就很像老農弓箭手啦 就像巴托那種農民弓箭手一樣 呃簡單說 射程115 雖然不到雖然不到非常遠 但是他就是一個很便宜很便宜的弓箭手 可以在遠方一直做輸出 所以很不錯 那後方墊後的有一些高階部隊了 我們準備的是 做人大塊頭反大 總是要有一些很反大力量 因為對手如果有起兵的話就可以稍微的對抗一下 我大部分這樣 那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單位就是我們的 地精弓箭手 就是這個狼奇弓箭手跟蜘蛛弓箭手 我一開始看到他也是先驅士騎 還有加榴彈炮開局嘛 就這正常帝國都會帶這些東西 那因為他榴彈炮射的時候會有那個 就是時間差 啊就那個落點的問題 所以我射完一輪弓箭我直接往回拉 他榴彈炮是基本全部miss 所以我這邊部隊是沒有什麼損傷的 ok 那我還有帶了一對在右路這邊一號點哦 那個夜地精的史葵格起手跳跳 那這個部隊 就是一個機動高機動力殺傷 步兵的超強單位 我覺得他真的很好用 而且他可以先鋒部署 也就是說 今天在征服戰的時候 你只要有這個先鋒援軍的地點 你就可以先招他 他速度又快又可以先鋒 可以省下非常多時間 支援前線是非常的快哦 ok 那 那 就這樣吧 那帝國的話選用的是卡爾法蘭茲啊 然後跟各位稍微 帶一下他的那個 法師好了 我看他的法師好像 在這裡 灰法師 哦 那灰法師身上都會帶這個幽暗生源 這是現在征服戰 我覺得應該是最夯的一個技能 他 簡單說 放出來 overcast 放出來之後 我們看一下 他overcast 20點 放出來之後 每秒是造成10點100%的破甲傷害 然後持續是13秒 所以這個傷害其實是非常高的 他基本上 你可以當作 如果你今天要毀掉對方一個部隊 不管是騎兵還是重步兵 你只要用這個升級的幽暗生源 你基本就可以換掉一堆 這是天現在天梯非常行的一個技能 呃 說不上 非常op 拉 但是就很好用 因為你也是一換一 魔法之風也蠻貴的 就 但是ok 吧 那帝國前線的話 主要第一波先鋒部隊 帶來是榴彈發射器 然後先鋸士騎 還有一堆劍士哦 還有一些後續叫出來的 sigma 之子 我們來看一下這場比賽吧 ok 那 接一開始呢 我是先利用我們的機動能力 我們的 地心弓箭手 呃狼奇弓箭手跟蜘蛛弓箭手 在這邊偷對方傷害哦 非常討厭 反正天梯戰這種馬空單位是相當之好用的 就跟戰役完全不一樣 那戰役跟 對戰真的完全不是 一樣的東西哦 如果你覺得你戰役打得很好 你去對戰打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會被打頭破血 因為 對戰真的是更講求你對兵種的理解 像戰役那種直接 末日兵表 平A過去 電腦也不會跟你迂回 或是很很笨的一些應對手段 真的差蠻多的 所以我個人還是蠻喜歡玩PVP 尤其這次全陣營進來之後 真的 豐富度是加了非常多 ok 那對手 帝國這邊已經站好定位了哦 我們看一下這裡 好 站好定位一整排 通常 不太會直接接戰 那我一開始在 一號點這裡啊 我其實有跳跳在這邊嗎 一開始我跳跳在這邊嗎 那我後來就往回拉了 往回拉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他有這個瑞克敬衛 我不要跟他打 不要跟他換單位 因為征服站單位也是很寶貴的 打不贏就不要打了 我們直接把狼奇弓箭手拉到三號點去站 因為我看他三號點是沒有要站的 他的意圖是站一號點跟中間 那我的意圖當然也是站 原本站一號點 不過看對方 派瑞克進位我就不 我就不管了 我們就打中路 那對方站好定位 我第一線先放地精在前面給他吸泡火啦 反正他要打的話 他大概大概率會先去砸到這個地精 而且我這個地精還升到四等 升到四等地精 照砸對不對 流彈炮直接射 但沒有關係 地精就是炮灰沒有問題 好 那個佔領點已經解放了 這裡開始進入交戰階段 那我這邊沒有第一時間非常躁進 我先把陣型排好散開我的部隊 然後把地精弓箭手安到比較好的位置 然後我的烏爾札格也是找一些比較安全的位置 讓部隊可以保護我 因為我知道對手的 卡法蘭茲會一直想抓我 在這邊決定放棄了 因為後面其實來的有獸人大塊頭 這邊支援其實很快 如果他被黏住他會很危險 反大的話打卡法蘭茲還蠻快的 我後續有在叫了獸人站住大塊頭 反大破甲的部隊 我們這邊迂迴了一個側翼哦 注意看一下 這邊我是迂迴了一個側翼 從這邊做兩面進攻 從後方去偷襲對方的鞭持者 還有這些站在後面的一些單位 這波應該會讓他對方蠻傷的 然後我右邊一號的話 一號點我這邊是招了一個獸人大塊頭 然後獸人大塊頭 這個單位呢是反大的 那雖然破甲能力並沒有那麼優秀 但是反大能力非常的強哦 你要主要是看他 我們看這個古墓全杖 他一次持續時間好像12秒吧 你只要放法術這個東西就會全場擁有 你看看這個近戰攻擊能力加多少 我的獸人 馬上獸人大塊頭 這邊攻擊力是來到62點 我都還沒開挖 好 這裡前線中間 目前帝國是優先搶下的點位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慢慢的躲回我們的優勢 好在分數過半之前都還算是蠻安全的一個分數 這裡側翼的站住大塊頭往前衝 然後郭克大腳這裡一踩 這距離有點沒抓好 我自己的部隊又有點受傷 下次郭克大腳可以再往後面踩一點 這每次都踩太近 那你看這裡 好對手放這個幽暗深淵 你看這個傷害 洗衣機捲起來 你看我的 我的獸人戰豬大塊頭 跟剛剛那個死奎格起手是直接蒸發 你看這兩個部隊 非常的痛 但沒有關係 我後續有在增援一隊獸人大塊頭 這邊直接衝到前線來 能放爆腦我就放爆腦 那這樣自己的部隊 持續的可以增加我的 buff 那後方的蜘蛛弓箭手 我就在這邊射擊對方的部隊 那一號點這裡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追了他的瑞赫靜位 他往回拉 稍微沒有空到追的太遠了 不過我們這邊就回來防守我們的點 我們要搶他一號點 然後再招一個死奎格起手 來這邊抓他的 那個強襲 就是先去試騎 這個大塊頭雖然被被衝 但沒有關係 這被通進來之後損傷的血並不多 在這個緊急的timing點呢 我記得我開了哇 我們等一下看一下 有了哇打開了 可以加24點的近戰攻擊能力 中路這邊可以 馬上奪回我們的優勢 中間這邊帝國是陣線 往後慢慢的往後退 你可以看到這裡 瑞克靜位被砍的速度是多麼之快啊 哇 86點的近戰攻擊能力 你有看到嗎 還加古墓全杖的加成 還加上他一開始有狂暴 這瑞克靜位直接被砍 被砍成白癡 就算沒有破甲啊 照樣把對方砍了 也投不起來了 這一號點看起來是穩的 那二號點這裡的話呢 我們的部隊其實 也砍穿對手 然後再加上我這邊後續招出了黑獸呢 來鞏固我二號點的佔領 佔領的一個優勢 那你可以看到地金弓箭手 其實在這場比賽發揮了很大的輸出作用 你看這張這隻地金弓箭手 其實也殺了43個部隊了 那對手是把卡凡之下來 跟我的獸人大塊頭打 大塊頭也是非常強悍的近戰部隊 這要撤退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我地金弓箭手不斷的在後方這邊做攻擊 就是狼騎弓箭手跟蜘蛛弓箭手 在後面這邊做攻擊 反正就盡量耳心他 可以打迂迴 這邊有一個法術操作失誤 我被點錯了 因為這場打的時候其實有點LAG 那我三號點其實有放夜地金過來防守 我不會輕易的讓出我的點 反正搶了就稍微防守一下 讓對方也要派比較多的單位 一號點的話 這邊目前還沒有站下來 不過已經是緩緩的在佔據當中 對手的瑞克進會進來應該是來不及 我還拉一對地金弓箭手過來防禦 中間這裡對方的幼暗身又開起來了 我剛剛滿血的黑獸人 你看這個血量 直接黑獸人就只剩三分之一的血量 這個法術真的是非常強 他的灰法師從頭到尾都停在空中 就只是為了要 這個激勵友軍 然後放這些法術 其實就已經蠻有威懾性 他有一些 這隻騎兵感覺是被 遺忘的感覺 他地球其實是稍微發呆了一下 那我地金弓箭手在後方是持續的輸出了 你看 哎 咻咻咻 只要有放法術 古墓全杖就開起來 衝鋒能力就增加 近戰攻擊就增加 這帝國真的被砍到快受不了 這裡一樣 對方 對方的部隊這邊卡住我的蜘蛛弓箭手 那我後面狼騎手 還是幫自己的友軍做攻擊 這裡對方槍先去事情 應該也不是很好打 蜘蛛弓箭手還是有帶毒傷的 多少還是可以降低他的攻擊能力 一號點這裡一樣是操作失誤 因為二號點太激烈了 所以沒事一號點就會有 有時候太疏忽 這邊再拉回來把一號點搶下來 OK 這裡二號點我們單位是非常多 那對方的卡法蘭茲下來 要直接抓無二雜格 瞬間下來掉了一半血哦 所以把獸人大塊頭直接往上貼 先抓他的卡法蘭茲 他卡法蘭茲被大塊頭打也是非常的痛 這裡圍起來打還是可以的 我們看一下 我們挖 綠皮 而且黑獸人真的很難打 我跟你講黑獸 黑獸人你不用法術慘掉他 你跟近戰部隊跟他打 真的是要打很久 我這裡後續的支援部隊都有 都有帶這個贊助大塊頭大塊頭的話 他的對抗大型加成都是非常可以的 目前三個點全數制霸 對手感覺是因為二號 跟一號都搶不下來的 他沒有興趣在 分兵到三號點 而且帝國這邊主 主力這邊前線感覺都已經被打的會有點差不多 這裡後續回來的 史奎格起手在這邊解決對手的巨劍兵 一個反大的 史奎格跳跳打巨劍兵 當然是沒有什麼問題 而且他還中毒了 好傷害能力還下降 那你看我地精弓箭手 現在活的多麼安穩啊 還在輸出 然後再加上我們這些蜘蛛弓箭手 你看在後方這裡 就算被打退了 他還是在這個位置 就是完全就卡在敵人後方 啊敵人有接近他就會射擊 又來了又暗深淵 你看一下這個 直接三陀部隊又被他捲成 直接捲成龜靈 你看全部捲在一起 這傷害超高 可是黑獸人已經是歷經兩次洗澡了 兩次洗衣機 這黑獸人還可以作戰 你可以知道這黑獸人的那個 韌性有多強 黑獸人真的很貴 一對一千三 其實叫一對就已經有點傷了 我這邊看到對方的揮法師 實在有點受不了了 我直接拿弓箭手點他 我三對的地精弓箭手到 末盤這個時候都還活著 好對方的揮法師 這裡也是被射的有點 算要受不了了 好他可能還沒發現 卡爾法蘭茲在這裡 但是我的獸人戰豬大塊頭 在這邊跟對方交戰 數量上應該都還是引戰力 評估還是行 但是這邊被對方開了一個恐懼效果 這裡的話 剛剛被對手的 銀彈火槍手射了兩輪射擊 之後戰豬大塊頭衝上來 其實 呃已經受了非常大傷了 對方的辦事就其實這裡是 差距太多 過來直接被嚇跑了 戰豬大塊頭這邊是撤退 那我們後續的史葵格這裡就不太好 再直接上了 我們趕快拉走 趕快拉走 二號點這邊是穩健的 應該是再不用管他 我們來看一下一號點 最後的一個戰鬥 因為其實現在分數是贏了啦 不過我們還是把他打完 因為帝國這邊也是 運動家精神 我們是把他打到最後 但獸人大塊頭往上貼 這裡一樣 挖開下去 第二次的挖 一場開到兩次挖 其實很強 好 站住大塊頭 目前攻擊能力是非常的優秀 這裡史葵格起手 我們來看一下這波衝鋒 哇 一波上去 痛啊 有夠痛 然後古墓拳杖又開起來 這個 布爾扎格 有夠強 這邊就直接結束這場比賽 拿下勝利 好啦 那這場比賽當然打的是比較一面倒 不過 應該說一面倒是因為戰術的關係 對手也不是不會玩 就是他知道還還知道要帶這種OP的法術 好 因為現在其實在天梯打的對手 我自己感覺沒有到非常弱的 大部分 都有玩過 或者是有一點基本概念 因為 戰錘畢竟不是一個PVP主導的遊戲 大部分玩家應該都還是玩PVE 對會打PVP的真的都是 喜歡PVP或是有一點概念的人 那這場比賽 帝國中路一開始 都有搶下來 好兩三兩三兩路都有搶下來 但是 呃 他接近戰的部隊其實完全就 砍不贏綠皮 他可能要有更多的機動部隊 當然他的這個 先驅士騎這裡 也是有帶嘛 他也是沒 也不是沒帶 他援軍也都有騎士 那兵表 我覺得火炮吧 我覺得帝國這邊可以再多準備一點火炮 我覺得我蠻怕火炮的 其實我這個部隊 沒有帶太精銳的先鋒 就是怕到火炮 但哈還好 這個帝國是沒有帶太多火炮的 所以他沒有火炮的情況下都換成他的那個 就是只有作戰部隊的話 我這邊感覺壓力就小了很多 雖然我一開始的 哥布林首領是直接送掉的 因為他想說去吸引傷害放那個勾克大腳 但沒有騙到他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後續的部隊都還表現得不錯 然後我覺得 古墓拳杖再加上哇的這個效果果然還是不錯的 這整體開下去之後可以在短時間 短時間內打出爆發 最重要的還是你在玩征服戰的時候 要去選擇對手攻擊的點跟防禦的點是什麼 然後快速的判斷對手兩邊的戰力 對手跟自己戰力的分布到底是怎麼樣 快速的調度自己的軍隊 我覺得 就打起來比較有效益一點 然後你勝率會變比較高 那今天就是跟各位帶到綠皮上比賽吧 希望各位看的喜歡 我們就持續後面會給各位帶來更多的比賽 喜歡比賽 喜歡這個戰錘對戰的話呢 都記得不要忘記點贊 點贊這個影片 加入頻道加入會員 都可以幫助我繼續做這些節目給各位欣賞 我們就期待下次更多的戰錘對戰 我們就一樣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